聚焦AI Computex将在今天早上十点正式开幕 而在现场已经可以看到了很多 包括了辉达还有超围的logo的布置 而宾客方面除了总统赖清德将会出席之外 包括了辉达执行长黄仁勋 跟超围的董事长苏兹锋 到现场的摊位都到处可以看到 而他们到底什么时候会到达现场呢 Computex的现场装潢交给萧涵 再过一个半小时Computex就宣布即将正式开展了 现在可以看到参战厂商还有媒体 是不断的进入到了摊位 那大家都很好奇今天早上呢 其实就是辉达局局长黄仁勋 即将要现身在台北的Computex上了 那他参访的第一个摊位究竟会是哪一家 我们现在掌握到的第一个消息是 他即将会在九点半的时候现身季家的摊位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季家的摊位真的真的非常的漂亮 整个主视觉真的设计真的非常非常有AI感 而且我们往后镜头带一下 可以看到NVIDIA的GB200的NVL72就已经挂在这边了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轮的科技的技术 所以想必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亮点 那我们也非常期待 刚刚其实可以看到在开展之前呢 整个技嘉的员工就一起来拍合照 而且出动了非常非常多人 这真的是一个要迎接贵宾的前奏 所以接下来待会稍晚的时候 回答警警长黄文勋就会现身在技嘉的摊位 会要进一步有什么样的互动呢 我们会持续为您在现场做掌握 先把时间还给棚内